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心灵感应》中往往描述为和普通感官接收的讯息相同 又称心电感应 它心通或心有灵犀 心灵感应现象由于无法通过科学的重复性检验 不为大多数科学家所接受 今天小万就来说一说这神奇的心灵感应 心灵感应是现代科学界的一个难题 今天的科学定义的冲药条件是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可重复性的 实验设备和装置可以测量和掩饰的 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对等的观察和认识地位的一系列现象 和现象下面通过相同的推理过程来可认识到的认识结果 由于此一现象的各种解释都无法与现今科学衔接 心灵感应目前属于玄学领域 而不能称为心灵感应理论 但由于人类时常观察到所谓奇异的交流的类似现象 当代人常在研究历史 虚构作品或信仰时 用心灵感应或类似的观念来做解释 心灵感应 人体中有微弱的电流通过心脏和大脑 由于地球空间的无线讯息带有磁场 人活动通过磁场感应出讯息电流 在大脑中形成感知讯息 所以又称心电感应 当然人的感应能力不同 心灵感应当前属于玄学领域 但由于人类长久来时常观察到所谓奇异的交流和特异功能类似的现象 当代人常在研究历史 虚构作品或信仰时 用心灵感应或类似的观念来做解释 有些人往往把心灵感应和预知 透视 共情 等几个类似的玄学现象连在一起 某些宗教概念也认为 心灵感应是连接仪式与人的心性的重要成分 是两个人心灵相通 当一个人想起对方的时候 另一个人也可以感觉到 比如拿起电话 突然感觉到有人要打电话给自己 结果很快电话就响了 这就是心灵感应 可能人的意识是有形的 存在于无形的空间中 当两个相同的意识重叠的时候 被各自的大脑接收到就出现了心灵感应 一般来讲感情很深的人之间会存在心灵感应 像热恋中的情侣一样 双胞胎心灵感应 同乱双胞胎的接近性 全世界双胞胎平均出生率为1-89 双胞胎一般可分为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两类 心灵感应与基因相关 与同卵双胞胎不同 异卵双胞胎是由不同的受精卵发育而成的 它们的相似程度与其他非双生的兄弟姐妹一样 因为它们只拥有50%的相同基因 有研究者指出 所谓的心灵感应一般都发生在 基因完全相同的同乱双胞胎之间 这表明这一现象的发生 是与基因的相似程度直接相关的 考试分数相同应该是巧合 在日常生活中 双胞胎考试分数相同 往往被当作心灵感应的确凿证据 当然生命有很多奥秘 人类还不能够解释 生活中的许多现象 我们还无法理解 正如人类基因之父克里克所说 科学对一切未知的东西并不轻易否定 但是时至今日 仍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心灵感应的存在 神秘的心灵感应 规律一 这个规律跟距离有关 就是我跟一个人坐得近的时候 可能感觉到 但如果我走出去 走出门外 可能这个感觉就没了 规律二 一 相似的人容易心灵感应 像双胞胎 大多数的双胞胎都会有心灵感应 虽然科学家不承认 但是双胞胎都会有很多心灵感应的事情 二 亲人之间容易有心灵感应 因为它比较相似 还有血缘的相似 还有一点是更相爱的人 大家都特别重视各种各样的特异功能 但是最值得追求的特异功能就是爱 三 相爱的人也容易有心灵感应 当你真正特别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很容易感受到他 为什么呢 因为当这种时候 你的心对他是打开的 如果我爱这个人 我就不会排斥他 我的心是对他敞开的 四 婴儿和母亲之间容易有心灵感应 婴儿和母亲之间的心灵感应 其实是非常普遍的 其实反而是孩子对母亲的心灵感应很强 母亲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小孩跟他是心灵感应的 相爱的和相似的 那么母子之间是最容易产生的 尤其是婴儿 是因为两个条件都符合 就是他们很相似 因为他们是亲生母子 一般来说 他们也都是家人 尤其是孩子爱母亲 是天性 所以感应很强 规律三 跟身体健康没有关系 有的人在身体不健康的时候 反而更强 当他身体健康的时候 他想做的事情很多 很乱 他脑子很杂 当他不健康得病了 他没事干的时候 心灵感应比较重 所以本身能力 跟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关系 跟智商也没有关系 心灵感应可以称为暗的感应 虽然相对还未发生 但其未来必然发生的影响 已经提前感应出来了 人们更愿意解释为预测 如今天预报明天天气等 在非共鸣意义上的脑电波 承载起信息的桥梁 不用借助任何设备 可以交流语言 声音 想象的图片等 这个过程都是主动的 相当于用脑电 承载人的语言 来与人沟通 而代替声音传播 而且很远距离都能做到 只是对他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不能方便应用 多人共同联系在一起 就像Internet 亲近的人可以时时保持联系 不离地狱的束缚 这不是一种超能力 而是人的大脑基础支持的 心灵感应 透视 预知 念力 超自然能力 被归类于超心理学的范畴内 古人认为 一个人的能力 就像宫殿里的不同房间 当需要发挥什么能力时 其中的一个门就会打开 所不同的是 除了记忆 还包括很多其他的能力 古人认为 不同时间出生的人 阳气不同 人的五行就会出现偏奇 因此每个人可以打开能力门就不同 有的人阳气旺盛上 打开的能力门多 就显得天资聪慧 18世纪以后 随着科学的进步 对于科学所无法说明的神秘作用 都成为超自然现象 22世纪的世界 是建立在思想能力上的 人们已经学会 只用思想力量来分享信息 在千年之交 科学家开始努力 研究改善神经功能的药物和芯片 另外一些人则致力于研究人类思想中 鲜为人知的领域 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发现或唤醒 人脑中不同寻常的潜在能力 由此被旧科学视为欺骗活动的心灵感应 和超感觉等现象 变成了生物上的和物理上的真实 22世纪的人类学会了运用思想来跨越时空 与远方的同类互相交流 他们甚至能清醒地遇见未来 很多人以为上述假想 可能是好莱坞的又一个科幻大片 然而也许其中某些事情 距离现实并不遥远 人类的思想可以达到何种程度呢 即使思想的能力是有限的 到2013年 科学家仍不能确定 它的界限在哪里 甚至连人脑这个汇集了所有智慧的 创造性的 有感情的活动的器官 都还不愿将它的秘密完全显示出来 显然并非所有的思想和行为都是相同的 因此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形态发生场 就像基因突变一样 形态场里的思想会经历自然选择 一个可以适用其他人的好主意 会被模仿 传播 变得很普通 思想观念越常见 成为潜意识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此 最后文化的总体标准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从这个过程得出的一个可能结论是 本能实际上是对祖先行为的一种回忆 希尔德雷克说 本能依靠的是物种的集体记忆 是世代积累而成的 例如一只从来没见过羊的牧羊犬 即使之前没有受过训练 通常也会自觉地将羊群集中起来 有许多影响人们所有人的无意识习惯 都是通过集体记忆形成的 想法和意识在空气中游荡 并可能被任何人捕捉 自己的想法和意识正在空气中游荡 并可能被任何人捕捉 这也许会让许多人感到不安 不要担心 因为根据希尔德雷克对数千种经验的观察显示 无论何种技巧 总有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对他更敏感 此外 心灵感应只在互相了解很深的人之间发生 并决定于人的感情和社会联系 意愿在思想传播中是非常重要的 2011年 美国人的一项实验偶然发现了第六感或心灵感应存在的证据 研究者们在一个视觉感应实验中惊奇地发现 三分之一的试验参与者能够在眼睛看到之前 提前几秒钟预先感到照片的变化效果 美国心理学会公布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 如果父母相信自己的子女酒量很大 那么孩子真的会喝很多酒 仿佛在执行长辈的计划一般 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如果教师认为自己的学生能够取得好成绩 那么他们真的可以成功 当然这些现象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但是正常的交流不仅有正常渠道的信息传播 也包括心灵感应的信息传播 两者并不排斥 也许有人对此感到无法理解 如果有人在18世纪描述出一个使用手机 卫星向全球发送信息的未来 可能会被视为疯子 在科学史上 当旧有典范改变 更加广泛的模式 取代原先范围有限的模式时 革命也随之发生 而某些量子学科学家则接受了 另一个与物质世界平行的精神世界的存在 他们从科学上相信形态发生场 甚至时间旅行 好了通过今天的内容 对于心灵感应 你是否有了自己的独特认识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发表您的看法 喜欢小万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